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门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 production 多 große parole 再生意识~~ 你多钱就是 small 公園管理員嗎 對對 譬如說公共設施 譬如說我在公車站啊 譬如說我在 我在政府的公園裡面啊 公園路燈管理人 對 捷運裡面 監測站的這個 站務人員啊 高鐵車上的車廠消息 都是一樣啊 第二種就是說 你 實得人違反 但是其他的乘客呢 其他乘客就可以主張 那就可以主張 對對對 第二點我特別注意到 請大家了解這一點啊 撿到的人 你違反義務 把它隱匿 或者是沒有告訴人家的 你把它隱匿的話 那人家也可以不分給你 十分之三 所以剛剛那個案例裡面 我覺得第一個 我比較遺憾的就是說 這個女生學法律 她居然完全從法律的觀點 沒有一點社會道德的觀點 所以難怪 她高雄大學財經系的主任秘書 才有一點暗批她說 沒有社會同理心 我覺得她其實應該有同理心 第二個我同意師誠的觀點 如果你真的是那麼好心 說要拿去捐公益的話 你其實不必 到底拿去去寫什麼收據 什麼之類的 你當場就兩個人就失了就算了 怎麼還要到警察局 所以顯得它是有一定程度的爭議 延遲或者是分配上的爭議 所以才要到警察那個地方去 求一個仲裁或一個公道 那這件事不管怎麼講 我呼籲社會 我們用正面的角度來看它 就是我呼籲全國的高中 國中小學老師 在公民語道者當中 把這個案子拿出來跟同學討論 把它當作是一個課堂 討論的一個議題 然後讓孩子 如果有一天我碰到 我是撿到的人 或我是東西丟掉的人 我們應該要 站在什麼樣的立場 來幫相互的立場來想問題 所以我希望今天這個新聞報導 不要形成一個社會對立 要形成一個社會一個整合 我們能夠把它當作一個 我們老梗吧 說公民語道德 或者說社會的通俗交易也好的話 總是要從正面的方法想它 但是我現在準備提案 因這個案子 我今天早上跟我的法律 我要提案 修正民法第805條之一 增加第三項 就是有受領權之人 為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的家庭者 那麼你撿到的人不得要求報酬 就這個劉志權不要用在弱勢的身上 對對對 如果人家真的是很 照這個歷史 他兩萬多塊 可能他一家的好幾個月生活 他那個六千塊 他說是一個孩子一個月的生活 沒有錯沒有錯 沒有錯 那等於是三個月以上嗎 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 我們就可以不必分十分之三給他 我覺得法律總是要適當的 與時俱轉嘛 所以社會情境 趕快修修修聯任 我補兜兩個 就是說我們中間不是一個 一個連鎮公署的那個節目嗎 就call記者 第一個就call記者 我看他敢不敢要 什麼選給什麼動物保護 不要跟我來這一套 第一個就call記者 第二個我呼應吳委員講說 告到底 跟你告不見得會拿 因為法官會審酌嘛 會審酌 你是什麼情形 你家裡就 因為他是單親嘛 養兩個小孩嘛 那個收入又不高嘛 這種情況之下 我才不相信法官會 最後會裁十分之三給這個 不可能嘛 所以 觀眾朋友如果意料狀況 馬上call記者 call我們中天就好了 馬上我們記者就去 我就不相信 他敢在鏡頭前面跟你講說 我要拿三層 不敢啦 那鬧到排除他還敢的話 那你記者來的話 我相信他就會縮起來 對 不過你注意看 注意看這個女孩子這個反應 他所有的動作其實 不想該是可悲還是可喜 他的法律訓練的動作其實 這很到位的 因為 因為他知道他有請求權 因為會有爭議 所以到警方看資料 所以你在看這整個過程來講 時候 你在回外看我們這個社會 很多地方其實有點冷酷 那你在這樣子一個狀況之下 如果我們在看 這個比如說 過去我們談阿扁 你就會可以理解某些事情 為什麼 他在把法講在前面 那你整個教育比如說 過去那幾天講到霸凌的事情 你很多事情 真的是不能只靠這個 法律東西去規範 否則的話 你就會變成像這樣的事情 就非常的冷 非常的冷 那這個社會 如果是這樣子走的話 一點都不可愛 是文家 你怎麼來看這個現象 今天其實我在看這個報導的時候 我另外還有一個想法就是 會不會有的人 他本來還不知道 可以要求十分之三的 接下來他都知道了 現在全知道了 對 當然有可能 因為透過傳媒的報導 某種程度會形成 示範跟擴散效果 這是絕對可能的 不過我 這件事情 我從現在跟未來兩個角度去看 從現在的角度 我覺得我們社會 在慢慢形成 法治社會的一些基礎訓練的同時 我們要知道 法律正確 未必等同於道德正確 對 我想這裡面應該還要有一些 一些新的思維在那裡面 那至於未來 從經濟學角度去看 誘因會強 會強化動機 當初這立法是希望說 提供部分的誘因 強化你實驚不昧的那個動機 可是 一旦誘因過當的時候 誘因也會扭曲動機 那這很典型就是誘因扭曲動機 那我個人是覺得說 吳委員是一個理想性的折衷 我個人是覺得 應該要把這個概念完全取消掉 在一個進步的社會裡面 實驚不昧本來就是應該 透過道德去體現 而不應該再透過法律去約束它 我覺得這比較像是一個 進步社會的價值觀 好 我們看看 其實過去曾經有發生過多次 因為撿錢而產生糾紛的事件 那麼同樣也是大學生撿到錢 結果呢 就是在今年的10月份 當時警官健壯 上前攔住那兩個大學生 兩個人就要求要拿三成 結果是什麼呢 兩個人被帶回警局 而且告誡不要侵占遺失物 9月份成大女學生在校園遺失 裝4萬塊錢的錢包 這就是剛剛有跟師臣談的 撿到的學姐就要三成 她當時要一萬二 結果事件揭發 大家不是發動人肉搜索嗎 結果這學姐啊 她就不再要求了 此外 在這個2月份的時候 基隆有男子撿到裡面 有兩萬多元的皮夾 忙著談生意 沒有交付警局 結果就被控侵占了 還好檢察官認定她呢 並沒有侵占意圖 所以就處分不起訴 再來看看 在去年 基隆有個婦人募集一對母女 撿到皮夾 卻把錢塞進口袋啊 她要求母女把錢送到警局 還被罵多管閒事 後來呢 你看看這母女的下場 是依侵占罪嫌 依送法辦 休息回禁廣告 馬上回來帶您看晚報最新